去成為一個BHJ 有一點點像Solmany或者Wise 但是我們就叫做Certified BHJ 就是Based on美國的一個系統 你要考一個online exam 它比較難的第一個entry exam 之後你要做一個tasting exam 你要過了一個200條的multiple choice exam 你才可以進入去做tasting 因為它是一個NGO 所以它也不想那些人是否都去考 所以門檻一開始比較高 但是你去tasting 就比較容易了 但是一開始那一刻是有點恐怖的 因為啤酒有多style 你又要記得很清楚 每一個style的criteria 而且我們跟Wine有一點點不同 我們比較 因為啤酒是一個很大量生產的東西 我們是傾向於找錯處 多一個去appreciate 所以judging的過程是有點悶的 因為一個啤酒可能一個生產 是幾百萬支或者幾千支也少了 如果你出到街才發現有問題 這個是不可以接受的 也不可以說有variation 說今年的vintage 我們很少這些東西 因為始終是一個比較量大 應該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飲品的market 所以我們的judging主要都是 好像奧委會一樣 譬如IPA 奧委會會會看一個 我們叫做轉體翻腾三周半 我就逐樣逐樣在這裡數 究竟它是不是做齊呢? 有沒有做漏呢? 如果做漏就會扣分 扣分就不是一個好的IPA 所以我們的judging是比較悶的 是逐個逐個pointing的 如果它做到就有了 做不到的話就算off 那就會扣分 所以這個過程就比較機械化 而且也要比較精進一點 另外一個比較 我另外一個quantation 就是certified assistant runner 香港也有幾個 就是一個好像 sommelier一樣的 它們多一點是 你去怎樣serve酒 怎樣去飲 就沒有這麼technical BJCP是比較technical的 但是這個就再難考一些 因為它有一點點一史定生死 就是你考不到就 就給它收了錢的 因為這個收錢的 那麼考不到就 沒有了三千塊 如果你考 亞洲暫時都是certified cisteron 在國內好像有一個 是比較高一個level 叫做advance 有一個 如果亞洲暫時都是這樣 如果你再考 就要去美國 去芝加哥 因為它的headquarter是芝加哥 好 我之前也有run兩間bar 這間就是carbon blues 一個酒廠在中環開 在jaggan eye下面的一間bar 也是那一年的timeout bass beer bar 我現在就是boost up him 我之前也是boost up him 也是timeout另外一間bass beer bar 這間比較niche的style 主要是做一些bell age 或者sour的啤酒 我們今天就不會講級那些啤酒 但是那些是會是 在啤酒的market裡面 價錢最高的啤酒 就是可能會vintage 或者是可能講到 普通都可能會有機會是500美金一瓶的啤酒 那就是一瓶在750 就可能賣到500美金 好 那今天會講些什麼呢 會講一下什麼是啤酒 什麼是IPA 什麼是hoc 就是啤酒飯 brewing process 我們有什麼variety of IPA 以及我們應該怎麼去handle 和storage的IPA 第一個就是啤酒 啤酒是什麼呢 有沒有人告訴我 啤酒其實是第一個最大的元素 它有四個材料 第一個最大 佔的percentage最多的是什麼呢 水 沒錯 是水 九十幾個percentage都是水 好了 按比例 第二個最多的材料是什麼 水之外還有什麼呢 有糖才有發酵的 啤酒的糖是哪裡來的 是麥芽 不只是麥芽 要化了牙才可以的 不化牙是vermend不到的 因為它要靠M-Size 去break down糖 接著E才可以再吃 接著再發酵 好了 第三個ingredient 跟今天的talk很緊密連繫的 第三個很重要的ingredient是什麼呢 是啤酒花 啤酒花是一個 你當是啤酒的調味料 其實啤酒的很多的味道 其實都是來自啤酒花 是一個專用來啤酒的調味料 每一種酒其實都會有一個東西 去調味的 去balance它的甜味 因為natural ferment的酒 通常都是甜的 威士忌我們會怎樣去adjust它的甜味呢 就會用糖 糖裡面有tenant 就給了一些苦味 gene就會用junifer berry 其實都是一些草本類的東西 使它有一個苦味 因為如果 wine 也是一個tenant 還有酸味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會好像喝糖水一樣 其實你不喝得太多 而且你不會覺得它很有structure 啤酒的structure就是來自hawk 就是來自啤酒化的 最後一個很小的percentage 因為你看不到的以前是用顯微鏡才看到的 我們在很後期才發現 其實有這個東西的 就是酵母 因為它是用眼看不到的 就是 yeast yeast 就是把我們的糖別做酒精 好了 接著 IP是什麼呢